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笑 第1060章 混战开端 墨无忌还打算先硬扛一次 如果不行 再寄出法宝了 当十多道雷虎轰在墨无忌身上 甚至连他的皮肤都没撕开之时 墨无忌这才想起来 他早已是圣体 世界神的雷杰虽然强 但对他来说 就和在暴风雨中漫步一样 只有声势没有任何的挑战之力 当再一次石书道雷虎落下的时候 墨无忌再无顾忌 一拳又一拳地轰出来 这种雷杰给他炼体都不够了 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激怒雷杰 让雷虎变得更加强大 雷杰的确被激怒了 这种天地规则之下的雷杰 同样有着他的尊严 最初的蓝色雷虎变成了紫色雷虎 无论是雷虎的粗细还是强度 都比原先强大了一倍都不止 墨无忌一声长啸 在护震驾驶下 他直接冲上了空中 哪怕身下是寂灭海 也无法阻拦墨无忌冲向空中 楚神洛全力运转 几乎在紫色雷虎轰在墨无忌身上的瞬间 墨无忌的修为质骨就像被轰出了一道祸口 拥挤在脉络和丹田之中的无穷神员之力 瞬息充彻全身 一种撕裂天地的气势正在他的神招荡开 墨无忌鼓动神员长效连绵不绝 清晰明雾的世界规则被墨无忌捕捉 就在墨无忌还想着 难道这就是世界神的时候 他的凡人界忽然和他的一切道运 全部完美地融合 这一刻 墨无忌身下被护震束缚的神灵脉 就像被烈日照射一样不断融化 那些神灵器全部被墨无忌捐滴不胜地吸走 墨无忌的修为蹭蹭上掌 墨无忌呆住了 他知道自己跨入了世界神 也了解过跨入世界神后需要做些什么 他需要凝聚自己的世界 将自己的规则融合到世界之中 此刻他的凡人界规则强度迅速上升 又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地完善 墨无忌这才反映过了 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别人的世界是在成就世界神之后才凝聚一个雏形 而他的世界 在当年天仙之境已经通过世界落生成了 难怪他跨入世界神的时候没有半点瓶颈 只要资源足够就向水道渠成直接跨入 不但如此 他现在在雷杰的收获全部被用来提升修为 而不是形成他世界和冲击修为的治国 如果他之前没有形成凡人界 那现在他肯定是奴隶地冲击世界神的瓶颈治国 然后完善自己的世界神规则 直到雷杰的结束 现在他只需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好 和别的神军不同 他早就凝聚了自己的凡人界 其实墨无忌对世界神并不是非常了解 他以为别的世界神和他一样 在跨入世界神境之后 就拥有和凡人界一样的世界 实际上 世界神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在跨入这境界之后 任何修士都可以开创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将随着自身的修为提升 慢慢地得到完善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他们开创的世界才能真正形成世界落 演化为真正的规则世界 在演化成真正的规则世界之前 世界神的世界充其量 不过是个跟随自身移动的超级储物界之罢了 脚下的神灵脉 一条又一条的碎裂 墨无忌的修为 从世界神一层到世界神二层 最后直冲世界神三层 雷杰的威力开始减弱 墨无忌知道 此时就算他拿出了神灵脉 修为也不会迅速上涨了 原因是他的世界早就已经垫定 杜杰晋级世界神之后 他的修为更是上涨了好几个档次 这让墨无忌的心情非常的愉悦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世界神三层 和神王之间有多大差距 但是有一点墨无忌可以肯定 再次遇见那所谓的神王 他绝对不需要欺皇逃走 凡人被墨无忌建造了一个宏伟的轮廓 哪怕知道神界规则修复的时候 凡人宗门将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韦如依然是一丝不苟地建造着 凡人宗门内部的没处地方 比起十多年前 此刻的凡人宗门除了人气之外 别的地方和顶级大宗门再无版分区别 再加上寂灭海就是凡人宗的后花园 让凡人宗更加显得气势雄伟 恭喜大师兄跨入世界神 莫无忌一回到宗门 韦如就欣喜地落在了莫无忌身边 莫无忌拿出了一枚储物戒指 这里有大量的修炼神丹 这些神丹你尽管服用 不用担心单独 这里头还有宁君神丹 听到宁君神丹四个字 韦如的戒指差点掉在了地上 无需担药就能直接跨越大境界的修饰 毕竟少之又少 正因为如此天神跨入神军的宁君神丹就显得非常珍贵 在神域每当有宁君神丹出现都会引发一场疯狂的争夺 莫无忌拍了拍韦如的肩膀 除了宁君神丹之外 还有生戒丹和神域丹 这要循序渐进 将来你必然能够跨入神王 对莫无忌来说 真正珍贵的只有神域丹而已 宁君神丹和生戒丹他多的是 神域丹他只有一炉 这名语神花还是持兵给的呢 当宁如听到有比宁君神丹更加珍贵的生戒丹和神域丹之时 他握紧了戒指 坚定地说 大师兄 我一定会跨入神王之境 在神域 很多人都恰在了神军或是世界神之境 除了规则影响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缺了那枚能让他们冲破瓶颈的神丹 宁如这些年在外闯荡 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莫无忌把路都给他铺好了 如果他还走不过去 那就只能说他宁如太差了 好 我再闭关几个月 然后我们就可以前往神域巢了 等神界修复的时候 神域巢就是我们的机缘所在 莫无忌要闭关 除了为尾如炼制一些攻击阵盘和攻击脊肤之外 再就是炼制束缚阵盘 昆运早就说过 一旦神界规则开始修复 将有无数神灵脉从开天之地溢出来 如果他拥有了束缚阵服 对收集神灵脉一定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神域巢的规则裂缝 此时已经有了近百丈之宽 而且裂开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无穷无尽的规则气息渗透出来 无数修士因为感悟到这种规则气息而开始突破 神域神路 神界所有修士都疯狂涌向神域巢的边缘 这里成为了所有修士修炼的顶级圣地 此刻再有恩怨的人遇见了 也不会选择先解决恩怨 大家都是疯狂修炼 谁知道这种机会能持续多久啊 也没有人在冲进规则裂缝 大家也都明白 冲进去就等同于送死 剧烈的轰鸣不断从规则裂缝中传出来 每一次轰鸣就好像整个神界都被一个巨大铁锤轰了一下一样 所有人都能察觉到脚下在发生震动 一道淡红色的光芒忽然从裂缝中射出来 靠近这道光芒最近的一名神军吓得是急速后退 而在这神军之后的一名天神圆满修士 却是一步上前抓住了这鸿芒 只是没等着天神修士将这鸿芒收起来 周围的人就看出了这鸿芒是什么 烈火神通 这是天然的稻则神通 大部分人都看见了这鸿芒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古朴的弯壳 壳上密集地刻画着一些图文 而最上方的就是两个古朴的字迹 立火 就好像一桶火油倒进了火焰里 这门神通立刻引发无数人的哄强 这名抓到神通的天神修士 甚至还没将手中的神通污热已经被人夺走 而自己更是了却了轻轻性命 第一个错过机会的神军修士未必运气不好 而这名抓到神通的天神修士未必就是运气好 狂乱一旦形成 再也难以遏制 越来越多的人冲上去强夺烈火神通 这种神通是规则裂缝中冲出来的 又岂能是灯芸神通 不等混战形成 又是一道紫色光芒从规则裂缝中冲了出来 再也没有人退缩 大片的人影冲向了紫色光芒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